歌劇的轉化 Hello,我是女高音Mr.Amanda 今日我會跟大家講解歌劇的轉化 在這四百年裡 歌劇的傳統流傳到不同國家和不同世紀 都有所變化 我今天會講解一下 不同國家和不同時期的歌劇有什麼不同 早期的意大利歌劇 觀眾通常都局限於宮廷貴族 是上流者會先欣賞到的一種藝術 當時十七世紀流行的類型就是 Operaceria 裝歌劇 裝歌劇的題材通常會比較嚴肅 取材至古希臘神話和英雄的故事 經常會將當中的天神和英雄 比喻當時的統治者 用來讚美軍王 例如第一部傳活至今的歌劇 Euridica 就是在1600年 為了法國國王亨利四世 和瑪利亞德美大奇的婚禮而寫的 他講述希臘神話音樂家Orpheo 為了再次和他死去的愛妻團聚 而不惜往返地獄的故事 有學者認為作詞人 是以神話中經典的堅定愛情故事 來祝學法國國王和皇后有美滿的婚姻 音樂風格都比較崇高和華麗 他講求的是歌唱的技巧 當時的作曲家很喜歡創作 The Capoe Area 反似泳炭調 它是三段式的泳炭調 分為A、B、A段落 通常第一個主旋律的部分 我們稱為A 然後有一個跟之前情緒、吊聲 或者節奏都很不同的 我們為夫旋律、B段 然後第三段就是A部分的重複 而這次的重複 通常會讓歌手可以很大自由度地進行大量的裝飾 添加一些他們能夠展示到自己技巧的樂句 我們現在就去聽下女中音 Marilyn Horne 演唱Renaldo歌劇的 Lasha Kilpianga 的選段 聽下她是怎樣為重複的樂句進行裝飾 首先聽下她第一次演唱A段的旋律 好,這次聽下她第二次演唱ności 我把歌手添加了什麼裝飾的音 Lisha Kilpianga 演唱 好了,這次聽下她第二次演唱的時候 在我歌身上加了什麼裝飾音 Lisa Kilpianga 演唱 在18世紀,天才作曲家莫扎特在他短短35年的生涯製作了22部歌劇 他一開始是寫嚴肅的Opera Seria作品,但反而不受歡迎 之後他轉寫起歌劇Opera Buffa另一種歌劇的類別,反而受大眾歡迎 當中以Le Noce di Figaro,Don Giovanni和Cosifantutte三部為最成功的作品 起歌劇的取材通常是日常生活比較貼地 音樂風格亦是愉快音樂,通常有一個開心的大團圓結局 在19世紀初期是尾聲Belcanto風格,這種歌劇的高峰期 風行當時的Rossini,在19世紀初期是尾聲Belcanto風格的高峰期 風行當時的Rossini,在19世紀初期是尾聲Belcanto風格的高峰期 Donizetti,Belini,這些意大利的歌劇 說我們會寫一些很討好人的旋律 曲音樂時間 而作曲家通常都不会写所有的音乐下去 他们会留一定的自由度给Singer加一些很花巧的音乐 这种叫做Cadenza 他们表现力丰富,然后能显示他们的实力 所以当时歌唱家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在19世纪的法国 则成行另一种歌剧类别 名为Grand Opera 大歌剧 这种歌剧都通常采用历史题材 非常具诗性和音乐风格 亦非常奢华 场面亦比一般歌剧更大 通常都会插入巴雷舞 因为法国人是非常重视视觉元素 所以舞蹈基本上是每一幕中间都有的元素 19世纪的巴雷歌剧院 有时还会拒绝上一些 没有巴雷舞元素的作品 去到19世纪中后期 被称为歌剧的黄金时期 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Richard Wagner 和Verdila 他们在德国和意大利 都作了很多很出名的歌剧 Fagner对自己的歌剧要求非常高 对乐队、戏剧、舞台设计等元素 都是非常重视 强调歌剧综合艺术的特色 他不像其他作曲家 将歌唱放在首要的位置 他觉得戏剧和音乐都是同等重要 很多作曲家都只不过会作音乐 而Vagner就是连剧本 都是他自己所选者 Vagner将歌剧的规模大大扩大 无论是他歌剧的长度 管弦乐队的大小 都大大提升了 他的歌剧有四个钟头那么长 讲到Vagner最出名的 就是The Ring Cycle 一个由四部歌剧组成的系列 要一年四晚上演 长达十八小时那么多 也因为他这么长的缘故 Vagner用了Light Motif的方法 去贯穿了整个歌剧 那什么是Light Motif呢? Light Motif是一些短的 重复的音乐旋律 他这些旋律 会与特定的角色 情感挂钩 例如每一次主角出来 就会出现那个音乐旋律 令到观众觉得整个歌剧更加统一 为了令到舞台设计更加生动 他还有真实的火烧场景 消防员和消防车 基本上是随时在他的歌剧院隔离后命 去到二十世纪 现代的歌剧 通常都混合了现代的风格元素 例如有Schenbach和Bach 所典型的Atonal Serialism 我们现在就去听一下那个选段 你听到旋律是非常难记的 甚至你可以说是根本没有旋律可言 我们现在又听一下另一个现代的风格 Minimalism 称为极简主义 极简主义就是说 一个非常短的旋律 不停地在歌剧重复 Philip Glass 就在Einstein on the Beach 这一个歌剧 运用了这一个元素 二十世纪歌剧的取材 通常都会涉及一些敏感 或者具争议性的话题 你可以看到 歌剧在十七世纪到现在 在全球发展下 和观众口味不断改变的影响下 其实歌剧的音乐特色和风格 都改变了不少 我今天对歌剧的讲解就差不多了 我下一次会跟大家讲解一下 歌剧的幕后揭秘 和欣赏歌剧的礼仪 然后再放进简单 你能并不懂人想干吗 你能并不懂人说